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弟,老天文哥來了 那今天這一集是回應小老弟的問題 那我現在iPhone16的保護殼到底要怎麼選 那你要先了解說iPhone16它現在多的是 我簡單的畫一下,它手機旁邊多了一個拍攝的按鍵 另外就是它有一個基因鍵 所以當然啊,你如果我是覺得最好的 第一種的方式就是原廠的 因為原廠的話它做的是整體的,整體性的 比如說它這個整個都是平整的 那它還有加入這個是說藍寶石的這個玻璃 去增加它的觸控或怎麼樣 那但實際的話我們可能還是要再去測 但是至少它的這個外型呢,它是比較平整的 你手機在握的時候一定是這種平整的抓起來會最舒服 那我現在看到的殼仁,大家會做的一些殼 就跟各位分享,我覺得比較不好的是挖洞的 就是挖很近的,你在買的時候不要買那種挖很近 就是剛好的,然後又特別的厚的 又厚的又這個洞口就是又挖很近的 因為你那個洞口你又很近,你這樣子按的話又很厚 它按下去手會不舒服 所以一般的而言呢,這種是如果這種殼我建議就不要 那還有另外一種是什麼,另外一種就是 它挖的洞是挖很大的,它可能整個洞就挖這樣子 我現在隨便畫啦,我就畫誇張一點 就等於說它這個機身呢,它可以讓這個按鈕這樣跑出來 這個可能在按壓的時候會比較好一點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懂啊 總之就是說那個拍攝的地方 它把這個旁邊都讓你的手指這邊去按的話 會很好按,這個手指的指甲去按 所以它要挖很大 那這個的話我等一下會舉例像Uterbox的應該就是這樣 可是這一個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的手感會不好 我寫一下,手感就不行 打擦 為什麼?因為你現在這個手機旁邊如果有一個這個那麼大的洞 你在抓握的時候就會有一個空的東西 因為你們要了解我們現在手機在抓握 如果一般以前像我們手機的這個靜音鍵或什麼 你如果開孔是開在上方 你手在抓的地方是在下面 那是還好 可是你今天你這個按鍵是在下方的 你每天在抓的時候都是在下方 所以這個開孔很大是方便的好去按壓 但是手感呢可能就不好了 那現在呢像有一些我覺得它可能會做另外一款的就是 它會做這個旁邊呢 就是讓你的這個按鈕跑起來 可是呢它會讓這邊呢會切削下去 會削進去 所以你看過去的話它會變成這樣子 那你這樣子在按的時候呢 這個因為它有切削下去 那你手指呢在按的時候 它就不會因為這個邊緣有這個落差 會不舒服 因為第一種的就是這種邊緣會有落差的 你按下去會痛 那它現在比較好的是 可能這邊會切削進去 讓你這樣按 然後讓你的手感比較好一點 燒好 那為什麼才燒好而已 因為畢竟它這邊還是有一個洞跑進去 那這個犀牛盾就是做這種切削的 等一下也會用這個照片給各位看 所以如果你以這樣子比較下來 哪一種還是最好 當然還是原廠的是最好的 原廠的有手感 有手感功能都有 因為它是一體的 它整個都是平整的 所以為什麼我說 你如果在買原廠的那三個殼 即便你也許有一些殼 你不喜歡它的設計 但是它的這個手感是平整的 一定是會比較好 那所以我是建議啦 還是以原廠的先 然後如果是要按第二選擇的話 是要選這個切削的 第二個選擇是選這邊 旁邊有這樣子削進去的 像犀牛盾這邊是有削進去的 最後是選那個整個很大的這種 開口的 那這種很大的開口的 很多都是那種 軍規防摔的或三防殼 那到底iPhone16 到底需不需要這麼高的防摔 我認為這一次它一個痛苦 就是它做了這個按鍵 如果你做得很厚 按鍵又不好按 開口又太大 所以我建議這一次 這個防摔殼 即使沒有必要用到那麼的防摔的 因為你現在的問題是手感跟這個按鈕 所以我才說 這一次真的是頭很痛是這樣 所以有的小小弟說 我們有仔細去看到這個問題 很多YouTuber沒有發現的原因是 因為我是覺得 因為我們常有在接觸手機殼 所以我是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關鍵 那我給你們看一下這個 一些比如說像這個是犀牛盾好了 我先隨便拿幾個給你們看 你看它的這個殼 它就是有挖洞 可是它的旁邊是有做這種切削的進去 所以你發現它是有斜斜的 那這種的至少在按的時候 你不會因為厚度而不舒服 然後它的開孔也很大 但是因為這個開孔這樣子 其實如果你在抓握的時候 應該手很容易會碰到這個洞 但是它的好處是至少在按壓的時候 它這個斜度你在操作的話會比較好 那再給你們看一下這個 Other Box的 你看它的這個開口做那麼大 那開口做那麼大 那你這種防摔殼又那麼厚 你要去想 我去抓的時候這邊一個洞 所以這個到底 你這樣子在抓握 還有美觀度 可能就不好 可是它這個是要確保說 你在按的時候沒有任何的問題 不會痛 然後開口也是 就是說它的功能會正常 開口大 按也不會痛 但是美觀跟你在抓握的時候 可能就一個洞 那你發現Other Box的全部 第一次的系列全部都是這樣子 它只有那個Lumen是品的 所以我們之後再來看看說 有沒有機會開到Lumen 但是Lumen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的那個邊就是會有毛邊 所以我是覺得 Other Box不管這個Defender 或一些什麼的比較經典的 可能它的這個開口都是做那麼大 那就看你買不買單 那以這樣子的話我可能就不買單 因為我覺得 我很在意的是抓握的那個感覺 所以還是說這個選殼的話 回到我們剛才的這個 用這邊畫的話 我是覺得原廠的啦 原廠的 它的這個是最平整的 然後它又是藍寶石的玻璃按鈕還是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可能頂多選第二類這個 類似像犀牛盾這種 它是旁邊有切削進去 斜斜的切進去的 最後可能才是像Other Box 這整個挖一個超級大的洞 對啊 所以我才會說原廠的先選 那其他的你們可能再按照這個狀況去看 那如果之後我們有看到一些殼 或看有沒有機會有人贊助或提供 我們再來跟各位去評測 不然我是建議原廠的先買 好那今天自己就到這囉 希望對人還有幫助